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收市价格31.30美元 有超过3美元的跌幅 刘强东回到中国 于周二首次公开现身 出席其一手创立的公司与如意控股集团的战略合作一试 那么如意集团又是怎样的来头呢 京东股价接连低开后跳水 美国警方提出一级重罪指控周二美股开盘 京东低开后迅速跳水 最多暴跌7.16%或32.4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21亿元 此外 对于京东股价不利的还包括大型花旗 周二将该第二大中国电商列入负面催化观察名单 昨晚美股开盘 京东股价再度低开跳水 截至发稿 跌幅4.8% 截至发稿 报27.43元 跌幅于6% 据中国基金报9月5日报道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 在美国涉性侵案持续发酵 最新消息是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周二趁刘强东上周因涉嫌强奸被捕 警方仍在调查他在明尼苏达大学 参加住校活动期间的行为 发言人约翰·埃尔德先生表示 美国警方周二提供的午夜报告显示 刘强东一犯一级重罪 而不是普通的性侵 于8月31日被警方逮捕 明尼苏达州的法律是根据性侵行为的程度 以及被害人的年龄 把性侵害犯罪从重到轻分为一致五级 京东一再回应趁实时指控三家美国律所 发起集体诉讼9月2日下午 京东曾回应趁 正在美国参加商务活动 的刘强东遭遇失实指控 经当地警方调查 未发现有不当行为 三日下午 京东再发声明趁 刘强东在此期间未受到任何指控 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 目前已回国工作 9月4日上午 刘强东现身京东总部 出席京东与如意控股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一事 并与如意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邱亚夫一行交谈 精神饱满 而据无安消息 9月5日 三家美国律所宣布调查京东是否实实披露立强东案情 并且邀请遭受损失的股东参与调查和可能的集体诉讼 其中的一家ROCNLAWFIRM被誉为集体诉讼专业户 上个月才发起针对拼多多的集体诉讼 与京东签约的公司啥来后不妨看看 如意传在9月4日京东总部签约一事现场 如意控股集团与京东的合作此前已被市场期待 那么 这家在风口下站出来和刘强东签约的公司又是什么来头 简单一句话 如意集团是中国的第一奢侈品集团 旗下拥有众多海内外时尚公司品牌 7月16日 目前全球唯一上市的奢侈品电商四库控股 宣布与如意控股集团属战略合作协议 此前一周 四库控股宣布 获得来自知名私募基金和京东的1.75亿美元战略融资 如意集团成立于1972年 前 深石山东济宁茅茅芳芝场 主业延续至今还是茅芳 棉芳等产业 2014年 公司管理层进行收购 董事长邱亚夫成了市控人 多年来 这家公司靠买买买 从制造业变身为国际时尚产业公司 现金义 英 法 日四大时尚之都的高端品牌 如意集团收购了差不多三成 据完数据 就在上个月 如意控股集团作为大股东的山东如意 茅芳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193SC 下 简称如意集团 发布公告 宣布你对如意集团股票增实 11.46% 并不排除后续进一步增实控股 与此同时 如意集团亦宣布 收购如意控股集团 控股的轻奢时尚集团一外部股东 银川微信基金部分股份 在9月4日与京东的合作声明中 如意控股集团表示 将会和京东共同发起 成立如意京东时尚产业创新发展基金 该基金将包含投资全球著名时尚品牌 及铺化新瑞时尚品牌等项目 并且明显称辞在生活中 传统签讨计台外 明显你的前子有什么其他的 并且明显出的展示 并且就能够在心中 否定一边 并且感染的影响 并且更多的黄色 并且会让你 Kane 循玉兰 京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